消防人員架起雲梯直出火場 濃濃黑煙不斷從民宅內冒出來 消防人員爬到梯子的頂端 想要嘗試入內 屋子裡還可以看到微微火光 台中市南昌街移動二層樓民宅 二日下午四點多 全出火警 5點25分左右 發現受困的女屋主 失去生命跡象 送醫後宣告不治 以為火撲滅了 沒想到接近晚間六點多 又再度不燃 多幾五步將會進均勻可天氣 四點出一直在這邊 他那個營機車來的時候 一開始是沒有辦法噴水 沒有上色 再來就是水壓不足 不被撥出 沒辦法 質疑騷逢救火程序 撒水出問題 直顧救援 不兼顧救火 是導致蒸氣火災 再度會燃的原因 不可能啦 對啊 那有營機車 好像市政府有安排 你看就是先住 先住一下 不過對此消防出免否認 當時好像是消防車 有一點點就是小小的卡住 是不是還是那個雲梯車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那時候是很順利的這樣子 對對對 我在現場 人民關天為了避免飛去發生 搶先救人 只是與火難控制 這一燒也燒起不盡住戶的怒火 讓消防人員實在好無奈 解台中 綜合報導